City Color 表演嘉賓專訪 今天就是我們City Color的其中一個表演嘉賓專訪 我們問一些關於砍油的問題的人 最有砍油的問題是哪些人呢? 就是我身邊這一位 喂 是啊 你是誰? Nao Heisen, Young Heisen Whatever the fuck you want to call it Mikey, 老美神奇屋 有一棟, 小明 很棒 你好 剛剛說完自己的英文名字 說一下中文名字介紹一下 我要奶油包 很難得問你為什麼叫奶油包 為什麼呢? 你聽到這音樂有什麼感覺? 奶油包 就是奶油味 奶油味就是奶油包 很有滷味味就是米奇滷味 原因是有沒有特別帶出 我很喜歡吃奶油包 或者我很喜歡吃你滷味 很像鼻子出來一樣 之後吃下去很像甜品 很像甜品 玩了Hip-Hop多久呢? 其實應該是可能十歲那頭開始聽 我一聽年就覺得 很棒 雖然一開始我聽樂隊的東西多 我會覺得很洗腦 很帥 一開始有一點反感的東西 但就說很棒 過了一陣子就可以寫歌 其實去到五十六歲才開始說 這件事真的可以 那開始FREE STYLE的時候 才開始做很多歌 基本上很多歌都是FREE出來的 突然間有一句 有兩句 應該是 可能之前就量好了 量好了 那時候又沒有咪 那你又沒有錄 其實量好了 可能你會播首歌 自己Rap 那也有癮的 但是 如果你FREE STYLE的話 你就會 不知道 信心會很快 多了很多 就是你上台 做什麼都好 你跟別人說 有個Rapper 你都不會覺得 你不會覺得 哎呀好像還沒準備好 就是 隨時隨地都OK 是嗎 寫歌會快很多 就是你FREE STYLE出來 都已經覺得 那些水準不差 寫歌都會好 那基本上就是 HIP HOP陪伴了你 青春期 可能十五歲開始 到你現在二十歲 二十歲做香港OG 那你這段時間 你知道 學生 讀完書 長大中間一定有很多事情經歷 有沒有說HIP HOP會為了你帶了什麼改變 我當然有 十歲 開始反本期 一會反本期就開始聽這些歌 會很受影響 那我完全是這個 所謂HIP HOP精神下面 雖然HIP HOP精神這些字 我覺得 不同人不同看法 每個人都對的 總之你聽這首歌 你內頭同感 你覺得你學到一些東西 你出來會改變到你作人處事的態度 就可以了 那你寫歌的歌詞 那些心得 或者關於那些靈感是怎樣的 嗯 其實 不偏性老 我覺得是 因為你內頭有一件事想表達 那這件事是 急不幸地 是不讓這個社會接受 但是你這件事 你真的對你來說很重要 那 老尾 很多這樣的情緒 就會從我音樂出來 那其實都已經 會想說的 那平時你 說不出來 就在音樂裡頭表達 那老實了 聽說有了嗎 有嗎 好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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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我相信你 這就是有事 是真的 好有話 有 br人 好有嗎 好